今日的ET国股推计是国航753 简选原因是 内地放宽入境隔离管控的措施 将会进一步刺激中短期旅游出行的需求 内地出行需求持续回升 民航单日航班量连续三迪过万班 总体恢复至疫情前大约60% 航空股当中可以关注国航 高盛说到 上海自6月1日起解封 国航期后的短五节假期的运力 恢复至2019年的40% 较4月份和5月份的30%有所改善 另外机票价格按年增长30% 扣除燃油附加费后 仍然按年增长20% 现时内地放宽入境检控要求 被视为疫情的防控拐点 新一轮供需主导的航空周期或开启 韩国综合大行的预测 预料国航今年亏损 进一步收集到105亿元人民币 2023年亏损会纽亏为盈 盈利预料会录得46亿元人民币 国航昨天收报是6.78元 升10% 以月线图分析 形态打算挑战下降轨 策略上有货的投资者 可以在6元来以上继续持有 高盛比目标价是8.1元 至于未有货的投资者 可以后6.5元附近吸纳 跌穿6元 即向下调整大约8分 就要减持了 就要减持了 我还会摆下 顶上 善航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